歡迎收看WordGym小劇場 別忘了訂閱及開啟小鈴鐺 把健康加入你的生活日常喔 一說到脂肪 你是不是就想到胖、肥? 其實脂肪是必須營養素 重新認識它你就不用反應過度了 今天就要告訴大家幾個脂肪的小秘密 你將會發現脂肪對瘦身健康反而有好處呢 你還記得營養金字塔的最尖端嗎? 沒錯就是脂肪 這表示它同樣是身體必須的營養之一 在生活上你不難發現它的蹤跡 像是肉類、甜點、油品、堅果等 脂肪也有分成好脂肪與壞脂肪 攝取對的脂肪甚至可以強化你的免疫系統喔 脂肪在人體中可是非常關鍵的保護角色 它除了可以幫助身體儲存熱能 脂肪組織也有保護內臟器官的功能 作為傳送及吸收溶脂性維生素的媒介 維持神經系統及皮膚的正常運作 身體脂肪不足會讓你鮮老、荷爾蒙失調喔 3. 認識壞脂肪 你該避免攝取的是壞脂肪 所謂的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兩種 奶油、豬油、甜點等 食物中含有過多的飽和脂肪 容易增加壞膽固存 造成心臟或其他部位動脈的阻塞 大家最愛的洋芋片包裝上看到使用植物油 聽起來比較健康 但經過氫化的植物油會改變脂肪的分子結構 變成反式脂肪 不想變胖和生病就少吃點吧 不飽和脂肪可以分成單元和多元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大部分來源是天然的植物油 像是芥花油、橄欖油、酪梨、杏仁等 有助於降低密度膽固存 同時提升高密度膽固存 對保護心臟健康很有幫助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有助於細胞膜生成 保持血液暢通 可以從魚油、鮪魚、鮭魚、葵花油等攝取 說了這麼多 你應該明白了 好的脂肪是人體必需品 但是要提醒 脂肪還是有熱量而且不低 過量攝取還是會讓你變胖哦 均衡飲食加上規律運動習慣 才是維持健康最好的方法 大家好 渡君世界健身為了打造安心的運動空間 會員進場前請先了解防疫相關規定 並配戴口罩 急於入口處經由紅外線體溫感測儀確認體溫 在俱樂部中沒有使用設備時請常配戴口罩 而使用設備以及上有氧課程時可以不配戴口罩 我們在櫃台以及運動空間中都設有酒精工會員使用 團體課程結束前五分鐘會請會員一起清潔消毒器具 而我們防疫消毒團隊會每天定時消毒所有器材 以及會員手部容易觸碰的器材手把、門把、面板等 並請所有工作人員落實健康管理 健康防疫需要你我一起努力 讓我們一起加油吧!